来关心的是大陆工程跟台湾高点的前董事长 殷琦竟然卷进了毒品案件 最后是不起诉的 但整起原因竟然是因为网购事件 这是他位在台北市杨明山的住处 被财政部官务署查货一件快递包裹 虽然是宠物药品 但是其中就是含有二级毒品 也就是大麻的成分 因为收件人是殷琦的女儿 所以检方也锁定身份来查办 但是殷琦道案之后表示说 是因为家里的狗狗会咬人 是给狗吃的来缓和他的情绪 不知道里头竟然是有毒品 也就是大麻的成分 而在国外的确是给狗狗的药品 里头是有大麻的萃取物 是大麻二分 国外是合法的用来缓解狗狗的焦虑 也帮助狗狗的睡眠 但是当然不是这样的理由 检方就会接受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殷琦 他主动的厌尿自侵 也提出了被狗咬伤的证明 也就是这两项关键的证据 所以获得检方不起诉处分 本市为商界女强人的殷琦 曾经担任大陆工程 和台湾高铁的董事长 久没公开露面再度要上新闻版面 就是因为他惹上大麻烦被调查 台湾没有贩售的这款宠物药品 内含大麻二分CBD 台湾有公告禁止输入 必须主管机关核准才能输入 但关务署发现了国际包裹 是去年5月12号 从美国加州旧金山 寄送到台北阳明山的豪宅 网购15瓶药 其中12瓶含大麻成分 而且收件人是殷琪的女儿 殷琪到案后强调 家里养了四只狗 其中一只会咬人不让人触碰 听亲友说CBD能舒缓狗狗的情绪 才会网购 根本不知道成分有大麻 除了主动自怨咽尿 确认没有大麻反应之外 他也提供被咬伤的急诊 和门诊就医记录 以及委托管家计包裹的证明 才获得试检的不起诉处分 一般运输毒品的案件 要用物买来抗便是不容易的 而且检警会透过搜索扣押的手段 去先一步扣得客观的物证 让被告无法抵赖 不过这个案件 有可能是因为被告有提出 相关一些国外的证据证明 说确实可以使用在狗身上 那因此才做成不起诉处分 检方依照殷琪在美国公开网购 平台购物的页面 外观印了猫狗的图像 一般消费者网购很难知道 商品有大麻成分 进而判断是不是禁药 加上寄送过程和过去运输毒品 隐匿收尽人不一样 难以认定有运毒犯益 华氏新闻黄佩华林志全台北报道 Hello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